上一集說到我開了一個角色叫小智 而我競敵當然就是小茂 第一隻精靈當然是選擇比卡超 也捕捉了第一隻精靈波波 而在最後差一點可以贏到尼比士道館的訓練 因為暫時打不贏尼比士道館 所以我就回到之前的地方去捕捉一些小智曾經用過的精靈 包括這個綠毛蟲 經過一番擊戰後當然順利捕捉到綠毛蟲 而下一隻就是喉怪 小智曾經捕捉過喉怪 也順利進化作火爆喉 我們也捕捕一捕 好,先看看性格 綠毛蟲是悠閒 沒什麼特別的 嘩,火爆喉竟然是固執性格 基本上是大獎 但暫時我就不打算用他來打尼比士道館 而這個進度是沒辦法通過到下一個道路 所以我這個時候先去看看花石博物館 相信大家都未必會看 裡面就有這個花石飛龍的花石可以看到 比較都少見的 然後就是念刀盔的花石 其實我也在思考我的陣容 究竟如何可以贏到大岩蛇 在兩隻都沒有作戰的能力的時候 這個也令我非常頭痛 當然這個時候一定是升等級壓制 當我波波升到13厘的時候 學了一些電光一閃 會不會是帶來轉機的一招呢? 但可惜 雖然電光一閃有先制的技能 但可惜他的傷害也不是很高 就算打到岩蛇系 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厲害的影響 重溫一下我的陣容 波波13有四招技能 但也沒有什麼特別大實用的技能 比卡超一樣都是 我們首先先打的就是第一個訓練家 一開始我們用波波上場 這四招裡面哪一招有用呢? 我選擇了用飛沙腳 因為可以降低對手的命中率 我們用的就是命中率的戰術 對方一樣都是用加防禦 而我趁這個機會就瘋狂降低對手的命中率 看看可不可以有機會令對手完全打不中我防 對手小拳士一直都是加密防 現在基本上來到六級的降低命中率 這個時候我都在這裡計算一下哪招技能比較有 可惜全部都是40攻 即是說幾招來講都是一樣傷害 沒什麼所謂 可惜還是打得很少 不過不要緊 我們直沙城塔慢慢累積而成 傷害也是很可觀的 也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能夠做到這個會心一擊 即是你的命中要害 可惜好像都沒什麼觸發 在用了大概二十多招 十多二十招的情況下 終於打到我們第一隻的小拳石 那下一隻就是川山鼠 川山鼠來說他沒有岩石 只是帶有地面屬性 所以其實都比較容易打 波波試用這個暴風 烈暴風輕輕鬆鬆就打到差不多近一半 對手再次使用的就是加密防 這個時候我都派出這個就是比卡超 比卡超出來就是為了看有沒有機會打得高傷少少少 可惜都不算很高傷 但都不要緊 我們可以慢慢打 對手一樣繼續加密防 這個時候 命中要害出現 這個命中要害真的很關鍵 如果小拳石多多出現 基本上就非常容易打 最後還有電光石火 川山鼠就可以成功收走 成功贏了我們第一個的道館訓練家 好 回到PC回血後 面對著就是這個最強大的道館 我覺得 小光第一隻精靈派出現小拳石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精靈在上一個道館訓練家 當然我還是繼續使用的就是過命中率的戰術 對手用些什麼呢 對手一樣都是用這個加防禦的戰術 我方就使用這個命中率的戰術 對手就使用這個防禦的戰術 看看哪一方更好 對手已經成功 令到對手打不中我方 但是可惜呢 在兩三級的過命中底下 他依然都可以打得中 現在即將就是六級的過命中率 對手還有沒有機會打得中我呢 暫時未知 對手一樣繼續加回自己的物防 這個時候我想派出的就是卡超 因為需要去到平衡一個血量 不可以讓波波繼續出來 好這個時候呢 再用Degon石火 嘩這個傷害真是太可觀了 基本上呢 我們在這個戰局裡面 大概用了二十幾三十招的Degon石火 終於可以成功打到死亡 魔方的比卡超其實都差不多半死了 因為就算降了命中底下 對方依然有機會可以擊中我們 經過細心思考底下 我決定換走這個比卡超 因為換上波波去到平衡 亦都再次採用飛沙腳戰術 來降低對手命中率 而對手小光派出的就是小光的大岩蛇 可惜呀 對方用的是岩蛇技能 對於我方波波來說是嚴重的傷害 亦都降低了速度 但是呢 在降低了命中底下 他打不中 但是第二回合打中了 至於比卡超因為剛才 面對著這個小拳石的時候 都被他打了幾下 所以勸良不多 最終呢 被大岩蛇成功帶走了 我們呢 就戰敗了 各位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片尾呢 絕對不是因為為了攝時間 而是為了跟大家講一講 關於這個新系列的一些小事項 OK 這個系列其實是一個新的上市 比起我以往呢 只是光打Gameplay來說 其實就多很多東西 可能 多了很多一些的剪接 多了很多功夫 要很多的素材去形成一條影片 其實都 比起以往不同 比起以往的話 就是單純是一個 我在這裡玩這遊戲的過程 但是這個小智火龍版 就是 玩完之後 我再用一個 配音龐術的方式 去呈現給大家看 究竟這個角度是怎樣的呢 那這個呢 其實都是我自己一個 想試一下做的一個效果 當然啦 還不是我之前十月 曾經說過最想做的效果 因為十月那個 就是我最想自己做的一個剪接效果 就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需時幾長下的 還有怎麼說呢 呃 我不想投放太多時間在那個位置 等到我遲些 剪接效果好一點點 的時候 再去做那個事情 那在這裡呢 都很感激各位 在第一集的時候 都很支持一下 都有很多的 沽漢次數 還有很多的Like 大家不妨多點看 還有多點Like 但是給我 告訴我呢 其實大家喜不喜歡看這一款 風格的影片 還是覺得 還是 都是 玩 一邊玩一邊說 好像以前那樣 對 因為其實這一年都 不是這一年 這幾個月其實都開始慢慢 失去一些熱性 對 有時 時間一來 人磨練得越來 可能呢 自己的熱性 就開始慢慢消退 有時都會撞到一些樽頸位 那其實我都 算不算是樽頸位 都未到 我只是剛剛開始 這個 創作的 創作之路 我可以說是 OK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來 不知道有沒有要聽普通話的觀眾 可以在下方留言一下 因為我想開一個就是 說普通話的遊戲的影片 就是 寶可夢的遊戲影片 來看看那個效果如何 可以 可以的話就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吧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是 聽普通話的 比較多來決定就是 來開一個就是普通話的影片 吧 還有分開那個 粵語跟普通話 就是這樣子 順便就是練一下我的普通話的水平吧 謝謝大家